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一碗面嘎打汤 南方人可能比较少听说过这个名字 因为我们家外公外婆是山东燕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吃到过它 那个时候不喜欢 因为我们南方人都比较习惯吃米饭 但是现在我已经喜欢上它了 实在是做起来太简便 比做面条要快得太多 而且你可以把它做得很鲜美 做成海鲜的 全素的 或者其他什么你喜欢的口味 好 首先我们先来和面糊 用半杯的面粉 打一颗蛋 少许盐花 再放上30cc的水 大约两个Tablespoon 和匀 搅拌到没有颗粒 就这样厚厚的就可以用了 然后开火煮水 最好用这种大口铁锅 或者深一点的平底锅也行 锅面要宽一点 等会下面糊的时候动作就方便一点 而且面糊下下去的面嘎打 也不会挤在一起 水开了 面糊再搅一下 筷子弄干净不要浪费了 然后扔掉一只剩一只 就一个筷子 腌着这个碗边 这样给它一点点推下来 那如果说你要弄长一点 那你这个左边这个手就要辛苦一点 给它转转转转转转长一点 全部做好后 用铲子贴着锅底 这样一铲 它就浮上来了 那面嘎打做好以后 我们要下材料了 我们可以下些虾米啊 虾皮啊 或者鲜虾都可以 那说家里这些都没有 那你想呀 有什么东西可以掉鲜的 榨菜有吧 榨菜丝 扁尖笋 如果你下扁尖笋啊 或者是干杯啊 这些干货的话 你就要早早给它泡过水 然后呢还要早点下 在下面糊之前就给它放进去 我平时会放些虾皮 然后青色的菜我是每次必放 最后就尝尝味道 撒些盐花 这锅面汤就成了 好 今天我们这碗面嘎打汤就做好了 如果你嫌太素淡的话 你可以加一些麻油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